不用換殼 因為殼就 殼就是他身體的一部分 所以蝸牛長大 殼會越來越大 所以我們打開的時候他會痛 打開他就死掉了 為什麼?因為殼就是他的骨骼 所以蝸牛這一類 他們的殼就是他們的骨骼 所以我們只要把他用破了 他可能就很容易死掉 因為他的這個裡面 全部都是他的內臟 殼破很難長回去了 殼破很難長回去了 但是有些會修補 可是大部分蝸牛殼破他們就是一個洞在那邊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知道蝸牛有幾個觸角 兩個 四個 五個嗎? 開始亂猜了 大家 各位孩子們 我根本講喔 我們要成為一個厲害的知識者 第一個 一定要怎樣 用心去觀察 不是用爛